大家好,最近经常有话有反应,别人家的蝴蝶兰总是一次串三四杆花键,而自己养的蝴蝶兰总是只串一杆花,而且开花的质量还不这么高。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关键呢还是在于品种的问题,除了品种的原因之外呢,还是因为我们后期的养护不当,也就是这四点没有做好造成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磷元素的不足,磷元素是促进植株开花的,虽然我们后期不用另外补磷元素,它也能够开花,但是开花的质量不高,开花也开得非常的少,所以适当的增加磷元素是非常关键的。 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使用磷双青甲进行页面喷湿,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用量担心产生肥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盆土里面埋上一点磨肥这种高磷的缓细肥,既不伤根又能够有效促进植株的生长。 第二点就是光罩不足,充足的光罩是有利于植株进行花芽分化的,蝴蝶蓝它其实是洗光的,只是不洗抢光,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给它比较充足的柔和的闪色光罩,这样它才能够分化出更多的花芽,花溅出来。 第三点就是低温,蝴蝶蓝它跟蓝花一样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低温才能够促进它长出花溅出来。 最低温就是夜晚的温度要保证在15度到18度之间,低温的时间要保证一个月左右,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触发效果。 第四点就是温差不足,在保证低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保证昼夜温差在8到12度之间,这样才会有养分积累的多,它才能够分化出更多的花芽出来。 所以我们养蝴蝶蓝的时候,保证植株健壮的前提下,在保证充足的磷肥充足的光罩,充足的低温温差,这样才能够让它串出更多的花芽出来。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也见!